现在是这样的 两个地方 这边是小宇的母亲 坐在外面 那是小宇的卧室 送过去包括这个 写作业的公众台 包括她的奖状 二十分钟结束之前 一定要填好 四个标签 好吗 就昨天一样 昨天一样的事情 然后十分钟之后 就提醒一下 好 好 我们计时了 这应该不是 没事 我们找的是自杀和他杀的 高中地理 上面有东西 做得点食物 跟这种饮食 跟你们再说一下 因为我们进来收他的 是死亡性质的这个事情 所以凡事实上 可能有自杀的 这种苗头的 就可以贴 没有东西 没有东西 封的 这怎么都封呢 包里没有东西 口袋里也没有东西 有什么东西吗 没有 一个东西都有 从我们现场搜索的来说 我们想着就是说是 可能里面大概有四五条 外面有四五条 但是其实外面没有一个 阳性结果 所以我后来就 就是在一直在翻箱倒柜 就是想再找一些 就是可能藏在一些细节里的 一些物证 电脑在哪 我是肺务 精神压力比较大 自上金钱 安眠 七彩龙公主 不会就是那女的奶奶吧 这个手机可以调贴的 辰辰快来 这是放这儿的 这反之微笑就是妈妈 这什么小孩 什么小孩 完美小孩 对 她的妈妈对她是 寄予了很大的希望 对她造成压力 宠头底下 宠头底下 黑黑醋 据说明她睡觉睡不好 睡一下 打包 上有雪 我们在小雨房间 勘察到的这一系列线索 都表明了小雨的精神状态 是有很大的问题的 并且在她手机里 也看到了自杀群的消息 这就佐证了 为什么这段声音上 既有自杀的痕迹 也有他杀的痕迹 这段声音上 这段声音上 有没有 灰手吗 对 或者什么 手机输出上的痕迹 黑曹斯 嗯 嗯 手机里面的 两些内容 然后衣柜 衣柜面墙上 然后推黑速贴一个 柜子里面有一把美工刀 美工刀上是带血的 贴一个 奖装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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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则是十分钟 好 哎 这里有写 啊 左边 左边 上学机 当然这边好像是切的那种 上学机 切一下吧 行 六个 萌萌 她能登下来 找到书卓下面那一片血迹 对他们组 应该是取到一个指引性的左右 好 来 过来看一下这个 哪个 来看一下这个 这边的血迹是迹了吗 没有 迹上 登顿 以她的这个身高体重 爬下去 我见到少有的这样的人 反复强调的 放下身高体重 看见她 她是真是做到了 而且是有效地做到了 嗯 看吧 倒计十五分钟 我觉得床也可以切一下 你看她妈妈就是一个弹簧床 然后给她一个特别好的环境 看似对她特别爱她 对她会有种压力 对 然后我觉得可以切 你看她妈妈还穿这种破旧的衣服 我觉得这个可以切 可能他们家经济压力比较大 对 我觉得可以切 倒计时三分钟 这个没贴吗 是可以贴的 至少她的妈妈对她是 寄予了很大的期望 做饭的时候 她可能会按照这些去做 搭配比例什么的 可以了 还不错 我们把现场交给他们 你们就出去总结总结 走 现在看时间 好 一会儿把她进去现场 主要在里面能不能找到 自杀的一些东西 一些证据 证明 在集合的时候 那两分钟来贴标签吗 来 我们这边 那我们两个看外面吧 这一来就有吗 他血 血 他是应该用作自残的 这位就是佐证自杀 腿黑素 睡不着 有失眠 电脑 电脑 SOS 桌面上有大量的叉 别人这些都是 左正在一个自杀的 这边看得也蛮快 长生和虎子 很快找到几个关键的物质 让我非常惊讶 说明他们的现场开演 和反映能力 还是非常强的 这有一张照片 真是傻子 记录一下吧 就是妈妈心里就是 家庭观念蛮正的 冰箱上的这个 妈妈的腐蚀 每顿饭 吃什么都要不要记好 这体现妈妈对她这种爱 比较 严厉 倒计时十分钟 好 初期 小伙子 你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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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两天一幕 桃花园 就三个人 就是桃花园 就是他们所谓的那个群 我怕吓到我吗 带我一个吧 你也决定好 自杀群 来我家吧 准备她的朋友 这应该是老奶奶 奖状给她拍一张 好优秀的 这个奖状后面是什么 活 这也有什么 活 这里 这里是妈妈的 这个是活 这 她还是心里 积压了很多东西 得不到释放 这边上没东西 就是相当于 就是从来没有怎么跟她做 我看她其实不怎么跟她做饭 她不是不给她做饭 而是对她照顾的无畏不知 她床子谁这么点 她是注定的脸 她所有的书上的东西 全是属于课外的物 没有一个是属于这个身体 太窒息 太窒息的爱 这个是不是她想做窒息的东西 打击十五分钟 可以贴那个标签吗 来吧 这个是掀开这个奖状之后 我们看到她的 它相当于内心独白一样东西 激扎很多 贴一张 就能证明到她自杂倾向 看过来这边的话 我跟波波看到的这个扎带 它就可能有个自欺的 退黑处也可以贴一个 这边有一把美工刀 美工刀 然后这个桌面 桌面上 也有它刻画的 四十五根 求救的一个信息 然后她的手机 手机也贴 倒计时三分钟 是不是 它是刺绣的那个爱心什么的 是不是有血 哪里有血 有没有快点 我们时间不够了 看时间 这一个 贴 其实那个冰箱上面 她妈妈给她留的那些菜谱 也可以算是 自欺的爱 我觉得是可以算的 这一个 那就写 写 我写了 我们总共贴十个 还有两个 想一下我们有没有 娱乐的地方 倒计时两分钟 从底下看看 还有这个奖状 奖状上面的划痕 这里 不像有个血迹 第九个 双头冰箱血迹 还有奖状上的划痕 我觉得可以算一个 她对自己 其实有极度的一个讨厌 演示 十个我们贴满了 倒计时一分钟 贴满了 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地方没 我再看一个 好 行 这个是正常的男士的服装吗 倒计时三十秒 差不多的吧 应该 再看一眼 再看一眼 别慌 别慌 我们不能再遗漏中射 枕头底下没有东西是吧 翻线了这个 行 那基本上房间咱都收遍了 五 四 三 二 一 好 时间到 让她手中的活 好 刚才两组把小雨的 这个住的地方做了勘察 下面就是请周老师 简单点评一下 你们的这个表现 从整体来说 你们这个两组 这个成功效率都比较高 所有的重要物质 你们是这边漏掉一个血迹 那个桌子的左上角 桌子左上角 对 左上角 也是血迹 跟桌底是那个一样的 没看到 大家拉了那么一个东西 我们把这个翻开 血迹 还是翻得太温柔了 太注意这一 其他都是准确的 但从勘验的效率 就是晨晨和雨昕这一组 速度比较快 成功力比较高 然后你们这一组呢 很多茶漏补缺的 是靠青青 活 他还是心里积压了很多东西 得不到释放 其实那个冰箱上面 他妈妈给他留的那些菜谱 也可以算是 智希的爱 我觉得是可以算的 还有这个奖状 刚才两组勘查的时候 都有注意到 小雨手机里 有一份聊天记录 这个对于我们分析案情来说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你们可以再好好地认真地看一下 我们下期订阅一下